大陸重慶城口縣 一名六旬異性勞農 五年前偶然挖到一把袖姬斑斑的刀 他以為是一斑的刀 打磨鋒利來當菜刀用了五年 直到最近當地政府文化站人員 到鄉間收集文化遺產的時候 才發現這是一把寶劍 政府工作人員指出 經過初步辨證寶劍上的三個字 是青龍劍 材質是紅銅 做工較為粗糙 可能是清朝末期製造 政府已經跟當地文館站聯繫 將會盡快做出鑑定 國外界傳言這把寶劍價值百萬人民幣